我想我今天快要變成 兼彈委員了 監督蛋黃委員 農委會我們的陳吉仲主委 他強調他要尊重市場機制 又將持續嚴密監控 聽起來好像有用 但是其實是沒用的廢話 陳吉仲主委 真的不要再睡了 哇老天啊 政府資訊公開裡面 連出來開 行政院物價穩定小組的委員名單 都不敢公佈 你們是怕什麼樣 連誰去開會 誰有出席 都不敢告訴這個在野黨 那甚至還用個資法 來迫避監督 過一期間 就一直非常關心我們的 淡價跟蛋黃 我想我已經快要變成 兼彈委員了 兼彈黃委員 那為什麼這麼關心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們 走在這個 地方 有非常多的這個婆婆媽媽 還有我們的這一些小吃店 都會來給我們反映 這個淡價 在這樣一直漲下去 我想大家都不會耐一下 所以呢 從這個上個禮拜二 本來就是 淡價說要喊漲 又喊咖之後呢 農委會 我們的陳吉仲主委呢 他強調 他要尊重市場機制 又將持續嚴密監控 這種 我們叫做 聽起來好像有用 但是其實是沒用的廢話 好 到現在好就是 盞 农委会应该彻查 产销价差如此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原因 对于哄抬物价者 该罚就要罚 农委会不是只要尊重市场机制而已 更要维护市场机制 第三缺蛋就是缺蛋 面对现实才能够缓解民怨 不要想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 总能及时解决问题 然后偷偷的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最后我要对陈吉仲主委说 如果缺蛋中间除了有这个价差 有人囤蛋之外 还有总机被垄断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你都应该 这个责任是要解决问题 不是在制造问题 更不是推卸责任推卸问题 那刚刚谈到这个蛋价的问题 因为这两天学校也开学 我想很多的早餐店都纷纷提出的 这个新的公告牌 我想我们还是要先回到第一个 这个主计总处在9号2月9号 有公布了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率来到了3.04% 这个三字头应该是从去年以来 又再回到这个高涨的一个数字里面 但是大家看到3啊2啊以为很低 其实如果分项摊开来看 在菜价的部分呢 整个这个物价的指数是高涨到28.25% 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高丽菜 听说已经涨到50%几以上 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单项来看 有一些物价真的是这个高的惊人 那所以一个温暖兼任的这个 陈院长陈内阁 你是不是内阁温暖民众无感 你的价格很坚韧 民众只好吞恶果 那如果从蛋价来看 我们这个助理帮我去看 他每天去吃早餐 他看到这个早餐店的告示 这赤裸裸的跟大家讲 一颗呢要调整到15块钱 每一颗蛋 到早餐店去吃一颗蛋要15块钱 那我们很多长辈跟我讲 以前去早餐店是吃这个 萝卜糕加蛋嘛 那现在叫做蛋加萝卜糕 蛋比较贵 萝卜糕比较便宜 萝卜糕一片12块 蛋一颗15块钱 萝卜糕加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是蛋才是主甲 蛋一颗15块 未来涨到黄金蛋一颗25块的时候 大家要吃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政府不可以再只是 出事的时候呢 急救张的撒币 然后呢事后呢 用这样的一个掩盖的方式 提出这个一些数据 来让大家觉得问题没那么严重 其实就这么严重 一颗蛋就是15块 我们立法院小吃部 我昨天去 一颗蛋是12块钱 所以这些种种 都已经巧巧的物价涨起来了 那大家最喜欢吃的 小朋友可能常去的麦当劳 还有我们的这个卤肉饭的品牌店 胡须章 每个便当也都 贵个5块8块的 那八方云集的这个叫做锅贴水饺 也是涨了一颗贵0.5块 所以我想平民小吃里面 以前的铜板小吃铜板美食 再来可能都会晋升到百元美食 百元的这样的一个规格 那大家的这个荷包当然是缩水 所以回到第二个 我们的行政院 到底他的这个叫做物价稳定小组 有没有开会呢 去年我有这个提出咨询 在这个咨询苏院长的时候 他当然有提到说 我们都会按季召开了 如何如何 结果我们查了一下 去年的8月开之后就没有开了 那所以这次我们再继续去追踪他 到底有没有开 在之前咨询完之后 他们在今年的1月12号 1月12号确实有开了一场 那当时是由沈隆金副院长来召开的 召开了之后呢 我们当时就问说 去开这个物价稳定小组的人 不是应该是郑首长 甚至是代理的是副首长 结果我们之前去查 发现他们出席的不是专门委员 就是主任秘书 这个郑的首长几乎没有人去 所以当时当然是沈隆金是副院长 所以他有去 其他都是副首 这次呢1月12号去 我们说你的参加的人员是谁 对象的层级到哪里 结果他说 这个是个资不便公布 哇老天啊 政府资讯公开里面 连出来开 行政院物价稳定小组的委员 名单都不敢公布 你们是怕什么样 你们是怕我们说 你们有领钱不做事 还是你们怕你们在现场讲的话 不能对外讲 所以谁讲了什么话 都没有办法公布让大家知道 国人对于你们 物价稳定小组已经不信任了 连谁去开会 谁有出席 都不敢告诉这个在野党 那甚至还用个资法 来回避监督 个资法是你这样解释吗 我请法务部长 你出来解释一下 行政院物价稳定小组召开 的这个会议记录 不给这个出席名单 不给签道表 这个是哪一条 请这个法务部 蔡部长也是留任的 请你解释一下 签道表提供 会违反个资法 哪一条 回避监督 陈院长 您的内阁温暖兼任吗 你这是回避 不敢面对 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温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扫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